从花瓣的中心开始剪 剪一个半圆 注意不要剪一个完整的圆 然后再剪一道 剪出一个月牙形 在其他花瓣周围同样这么剪 在每个花瓣的顶端 可以像这样剪一些尺状图案 这个过程比较长 但这是传统剪纸里经常使用到的技巧 掌握它很重要 这里也剪一些尺状图案 朝里面 但是比花瓣的更大 外侧也一样 朝顶部剪 在外延也剪出一样的形状 剪的时候始终朝上 其他的叶子也这样剪 这次是传统剪 在外面 这里有一次 说明我从十字幕 那么不足 就像这样的眼睛 图案 说明以后 在阴里面 就像这样的一种 这样剪一样 就像这样的一样 看着 我们的颜色 就像这样的一样 by大别人 在那边 我们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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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叶子和花瓣之间草涂的部分剪去 把叶子和花瓣之间草涂的部分剪去 边缘也这样剪 注意别剪过了 否则剪纸会破掉而无法支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到第三个视频 学习最后一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